過新年說到除夕必做的事 你會想到有哪些 臉紅包 看電影 仙女棒 回家一起吃飯 玩大富翁 過年大家想得到的 都是吃喝玩樂 網站票選 台灣人除夕最常做的事 以上這些統統有 但你絕對想不到 最常做的第一名 竟然是加班 六七年 可能時間剛好都 就沒有辦法回去圍爐 媽媽大概一個月子 就開始問說過年放什麼時候 但是因為 班表也是到這幾天才出來 所以 有時候只能跟他說 我沒有辦法回去 多久有沒有給他吃那個 大概十年了吧 社會還是需要我們 我們在 不能沒有警察 十年都不能返鄉圍爐 聽起來還真的有點小心酸 過年要加班的 除了警銷醫護 加油站還有超商店員 全都忙半天 生氣 網友心中 台灣人過年一定要做的 還有手碎看電視 過去大家都是守在電視機前 看賀歲節目 現在用3C商品 還可以邊看邊玩 第三名是小朋友最愛的活動 領紅包 一年一度的紅包日 大人們卻很容易荷包大失血 圍爐吃大餐也是一定要的 豐盛年夜飯 象徵年年有餘 步步高升 而年輕人最喜歡的看電影 糾團夜唱也擠進前五名 放冰炮煙火 迎新年 更是孩子們年節不能錯過的 重要娛樂 太新年快樂 恭喜不要太 台灣人過年也很愛說吉祥話 送馬營陽 哭到恭喜 最能聯絡感情 回鄉拜拜 Chill Bobby 是類酒不變的傳統 排行第八 至於買彩券 風呱呱樂 更是過年期間 人人都瘋狂的 另類全民運動 而全台各大百貨 推出的限量福袋 每年也都吸引不少人 熬夜排隊 出席爆肝也要搶 大家都想把大獎爆回家 網站票選 台灣人過年 最常做的十件事 是不是也讓你心有氣氣焰呢 見了一期王沛如高雄報導